好的,那么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图层样式啊 那图层样式的话在我们PS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像我们很多的一个效果啊,什么发光啊,对吧 那种什么发光字啊,对吧 那种立体字啊,不是立体字啊 那种投影什么的啊 那都是在我们这个图层样式里面去做出来的啊 但是呢图层样式它里面的内容是比较多的 有其他的,其实图层样式里面很多内容呢比较简单 但是有一个的话会有点复杂啊 我们呢最后去讲 那首先我们来讲一下什么是图层样式啊 那其实呢,就是为创建的任何对象啊 注意啊,是任何的对象 它去应用某一个效果 然后呢,它都会增强这个图层的外观 那么这个任何对象 它就可以包括这个普通的图层 文本图层和形状图层 以及在内的任何种类的图层应用 它就能够应用这个图层样式 那其实呢,像我们这个PS啊 在里面有的时候它有一种保护机制 那里面呢,就是我们一个叫做智能对象 那智能对象的话 它的很多功能是没有办法操作的啊 在这边打开咱们这个PS软件来看一下啊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肯定叫勾,复制一层 然后呢,右键将它转换为智能对象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地方呢,有个小图标啊 那去表明咱们这个软件呢 它是这个什么啊,叫做智能对象了啊 那智能对象图层的话 它是有一层这个保护机制的啊 那这个保护机制是什么呢 就比如说,我在这边选择一个画笔工具 你看,如果说我想要对它去进行涂抹 对吧,那你看正常图层 这里呢,我可以对它涂抹,看到没有 对吧,我可以对它涂抹 但是如果说我们到这个智能对象图层 我们来点一下,你看 它会出现什么 出现你处理前必须先删个画此正对象 也就是说,你只有将它 由这种矢量图片删个画之后 变成这个位图之后 才能够对象处理 但是啊,我们这个什么图层样式 它就没有问题 我们打开它 你看,我们随便选个图层样式里面的啊 对吧,比如说选了个纹理 你看,是吧 是不是可以对它进行任何的一个操作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呢,就是图层样式 它的优先级是比较高的啊 好吧 好,那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个 第一个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图层样式它的种类 那其实像图层样式里呢 它其实有比较多的一个啊 那你看 它主要分这些,描边 然后呢,叠加 发光,阴影,光泽,以及斜面和浮雕 那叠加和发光和阴影 它里面呢,又包含几个 不同的这个小的分类啊 对吧 颜色叠加,界面叠加 图层叠加,内发光,外发光 内阴影,投影等等这些啊 那其实呢 它每一个的应用都是比较常用的 而且呢,我们尤其是在那个 叫做样机里面啊 那这种东西是用的非常非常多的啊 好吧 好,那首先我们来讲一下 第一个叫做描边啊 那描边的话 应该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对不对 像我们的这个PPT Word,一个C,那里面 文字功能里面是不是都会有这个描边呢 对吧 就是使用颜色,渐变或者图案 在当前的图层上面 描画对象的轮廓啊 就是相当于它去加了一层这个外壳一样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里呢 用一个这样的图片啊 我们用图片来先展示一下 比如说先把图片啃着加T,缩小一点点 好,然后呢 背景的话我们填充一个白色的背景啊 好,OK 填充个白色背景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呃,那我们去首先来看一下啊 这个图层样式怎么打开呢 一般情况下 我们在这个FX这里,看到没有 FX这里 它就有一个叫做混合选项啊 那么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做这个图层样式 这是我们打开它的第一种方式 然后第二种的话就是 我们右键可以选择混合选项 对吧 或者说你直接双击这个空白的区域 我们呢,也能够打开这个图层样式啊 这是这一个 这个上面在图层这里呢 它也有一个图层样式 看到没有 那混合选项 我们有很多的方法打开啊 那常用的话呢 我们还直接双击它 就能够打开了 那么打开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上面有很多的选项 你可以直接去勾选它 对吧 勾选之后它就会有相应的这个效果了 看到没有 但是注意啊 这里呢,我们要点一下这个预览 点一下预览 好,你看 对吧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呢 你去使用你会发现个问题 就是啊 为什么我勾选之后 我的这个效果 它对吧 虽然说有了 但是呢,它不是我想要的啊 我不想要这种 那怎么办呢啊 那你注意啊 就是你选中某一个 你要去操作 你一定要点到它 看到没有 这里呢,变成这个灰色的按钮 之后我们呢 才能够进入到这个描边的选项里面 或者说其他的选项里面 看到没有 那你单击 如果说没有勾选之后 你,你点击它 就默认去给你勾选了啊 好吧 然后呢,这里有个加号 加号就是复制一个描边 能理解吧 复制一个描边 好 那这边呢 我们首先来简单讲一下啊 这个描边 你要去删除的话 我们选择它 然后呢,点击删除 非常简单啊 这呢,你可以选择显示所有效果 然后呢,还可以选择这个 恢复啊 恢复默认 好 那这里呢 我们首先来简单讲一下这个描边啊 那描边的话 我们点一下勾选 然后点击它 在这里的话呢 它有一些这个结构 比如说大小啊 位置混合模式 不透明度 还有这个颜色 那因为我们的背景啊 它是白色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 把这个混合的颜色 我们改一个比较明显的 去改一个蓝色啊 那你就会发现此时呢 它的这个外围就有了一圈 看到没有 它的内外部啊 它就多了这样的一圈 这个呃什么呢 多了一圈 这个蓝色的描边啊 这个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描边 那因为你这个地方 它是智能对象 所以说它这个下边啊 它会挂着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能理解吧 这智能对象 我们前面讲过 好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啊 它里面的一些这个特征 比如说第一个大小啊 这个应该非常好理解 然后呢 往外边去延伸啊 对吧 那有同学问阿老师 那我想往里面延伸怎么办 那你就选择这个位置 我们选择内部 看到没有 它就往里面延伸了 你增加的话是往中间收啊 看到没有 对吧 然后呢 还有一个居中 就是从呃 我们画个图吧 好 这个居中位置呢 就是从这个地方 它本身是它的这个图片的最外 外面圆 对吧 它一半往外面延伸 一半往里面延伸啊 就这个意思 你看放大 是吧 是这么个意思吗 它有个中心点啊 从这里开始延伸啊 这应该是比较好理解的 对吧 然后呢 外部延伸 外部延伸到外面 它这个地方呢 它是一个圆角的啊 注意啊 这里是圆角的 它不会像我们的AI一样 AI它是一个直角的啊 因为它AI是矢量图嘛 对吧 好 这样一个啊 然后呢 同样的 它也有这个混合模式啊 混合的模式 你可以根据这个下方图层 就是我们的基色啊 它是什么样的 然后呢 我们去调整相应的这个图的样式 同样的 同样的 这里呢 还有个不同明度 应该是比较好理解的啊 对吧 那这些啊 然后呢 这个填充这类型的话 它有除了颜色 还有渐变 你看 是不是可以给它改为渐变 但是渐变里面 它就会有很多的一个选项了啊 然后呢 渐变的样式啊 角度啊 这里应该和我们平常说的一个渐变 是没关系的 然后呢 还有个图案 对吧 图案 其实大体都差不多 只不过它的这个内容会不一样而已啊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讲到的一个描边啊 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内容啊 基本上去用个几次 就差不多去熟练了啊 差不多就熟练了 好 那么呢 我们呢 把这个去给它关掉 就熟练了